拜登表示 警察和救援人员如果不遵守强制令就应该被解雇 而这个政令已经引发巨大反弹 有人暗地松绑吗?华为和中兴国际被列黑名单 但半年仍然获得了数百亿美元技术许可 绑架17名美加传教士的海地黑帮头目扬言要撕票 美国警告企业 中国是五大领域的头号威胁 美国议员应对供应链危机 推击败中共法案 脸书与法国媒体联盟协议将会在平台上呈现新闻内容付费给媒体机构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关注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岚 今天是10月22日星期五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10月21日 拜登在CNN播出的一个施政报告上说 如果警察和紧急救援人员拒绝接种 他们就应该被解雇 而美国议员认为 政府强制令是违宪的 这项命令正在引发强烈的反弹 无论是在法律方面 还是在其他方面 10月21日 CNN节目主持人库帕在采访中问拜登 是否应该强制要求警察第一反应者接种 如果不这样做 是否应该强制他们要求离开 拜登回答 是的 对于拜登政府的强制令 引发了很多反弹 像芝加哥警察局 已经有21名警官 因为拒绝披露他们的接种情况而被停薪留职 据NBC News的报道 截止到10月20日 芝加哥市还有大约2000多名警察 没有提供他们的疫苗接种或者检测报告 因为强制令 芝加哥市正在失去1000多名警察 另外 10月18日新泽西两家医院集团也宣布 有将近250多名员工因为没有按时提交接种证明 而被解雇或者辞职 这个比例占了员工总数的1% 而医疗保健系统目前一直面临人员短缺的难题 Politico在10月21日报道说 货运航空公司协会主席本周警告拜登 强制令将会加剧整个行业的工人短缺问题 从而对供应链造成严重的破坏 这个协会代表UPS 联邦快递和大型航空货运公司 与此同时 美联储昨天也证实 拜登政府的强制令确实加剧了供应链危机 罗勒岗州福克斯报道 由于这个州的强制令 有超过1800多名工人被解雇 停止或者退休 许多共和党人也都反对这项命令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与拜登政府 在强制令上冲突不断升级 本月他宣布将就强制令起诉联邦政府 昨天他进一步表示 他将会召集佛州议会举行特别会议 以抗击一些企业因为制定强制令使工人失去工作 另外 众议员比格斯在采访中也指出 一系列挑战这项法令的诉讼已经提交 他还强调包括西南航空公司在内的一些企业 已经因为员工违抗强制令而受到了影响 比格斯补充说 这场战斗并不是针对疫苗本身的 而是针对疫苗接种的强制手段 比格斯认为 美国公众将继续看到一场斗争 国会将会继续看到一场斗争 因为这是违宪的 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的中共华为公司和中兴国际 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 仍然获得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技术许可 另外CNBC披露 华为在第三季度支付了50万美元的酬劳 聘请了民主党税客对白宫展开游说活动 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国会在10月21日公布的文件显示 华为和中兴国际这两家公司 供货的美国厂商 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 获得了价值上千亿美元的许可证 文件显示 供应商获得了向华为供货的113项出口许可证 价值610亿美元 供应商还获得了向中兴国际供货的188项许可证 价值将近420亿美元 川普政府时期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和中兴国际 列入了出口管制黑名单 根据规定 上了黑名单的公司 要想获得美国技术 必须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 多家媒体在7月份曾经披露 华为雇佣资深民主党说客波德斯坦 为华为解困做准备的消息 10月21日 CNBC的最新报道 让外界对华为的白宫游说活动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包括华为支付了巨额费用 华为在2020年共投入47万美元进行游说 但2021年前三个季度 华为的游说支出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 华为公司第三季度就向波德斯坦支付了50万美元的酬劳 请他在7-9月份期间对白宫办公室展开游说活动 白宫办公室是由拜登的幕僚长克莱恩掌管 他是资深的民主党实权人物 一位熟悉波德斯坦游说活动的消息人士告诉CNBC 没有人联系过克莱恩 白宫10月21日在回应波德斯坦的游说活动时 再次批评华为说 由华为等不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生产的设备 对美国盟友还有合作伙伴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并且表示华为仍然受到贸易限制 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仍然还在 据华尔街日报的披露 波德斯坦不仅和民主党关系密切 同时也是民主党的重要资助人 波德斯坦的兄弟约翰 是激进派美国进步中心的主席 这个组织与民主党政府关系密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在10月21日公布的一段影片显示 上周绑架17名美国加拿大船交士 和他们家人的海地黑帮头目公开露面威胁说 如果得不到他们所要的赎金 他们就会撕票 海地安全部队的一名消息人士向CNN表示 这段影片是在10月20日的 一场黑帮成员葬礼上拍摄的 据说这些黑帮成员是被警察击毙的 一名匿名的美国高阶官员表示 这段影片应该是真的 10月16日这17个人在离开海地的一家孤儿院的途中 被一个黑帮团伙绑架 这些人都是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人 他们是在太子港东方被绑架的 海地司法部和内政部长奎特尔表示 绑匪要求每人支付100万美元的赎金 合计1700万美元赎金 奎特尔说 海地警方谈判代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参与了帮助解决绑架案的工作 这起事件引起了全球对海地帮派 暴力还有不安全局势的普遍关注 根据海地太子港人权分析与研究中心的最新估计 从今年1月份至今 海地至少有782人被绑架 其中至少53人是外国人 研究中心说 在海地总统7月份遇刺以后 近几个月 绑架勒索案件再激增 减10月份上半个月 就已经发生了至少119起绑架案件 海地已经陷入了几乎无政府状态 奎特尔表示 海地政府正在为了和平解决绑架事件持续努力 但装备精良的当地黑帮 给局势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据报道说 在绑架案发生的当周周末 海地总理亨利放弃了向海地革命领袖 德萨林纪念碑献花圈的计划 因为这个地方处在太子港的一个黑帮控制地区 由于海地绑架案频发 并且对象通常包括美国公民 目前美国当局建议民众不要前往海地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NCSC在今天22日警告美国企业 务必在人工智能、量子运算、生物科技、半导体以及自动系统等五大领域 警觉与中共企业、政府还有军方以及情报单位互动的风险 NCSC代理主任奥兰多说 中共力图主导这些技术 正在利用合法和非法的管道取得美国的智慧财产 美国企业向来被中共锁定 尽管俄国等一些国家仍然是威胁 但是中共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威胁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在10月22日的报告说 中共企业正在收集全球遗传数据 中共认为主导AI、量子运算、半导体与自动系统等领域 将会带来经济优势 而美国也在相关的领域大力投资 因此美国必须要更加确保与生物经济有关的科技等领域的安全 官员也强调 这些领域已经成为关键竞争与间谍领域 奥兰多和他的团队接触过许多的美国企业 发现他们对中共企业与大学的直接或者是潜在的风险毫无警觉 比如中共利用军民融合计划 迫使企业分享他们的技术 奥兰多说 他并非主张美中经济脱钩 而是试图警告美国企业 在北京政府的严格控制下 与中共公司合作的风险 10月20日 中国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燕军在美国出庭受审 这开创了中共高级别间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先例 徐燕军被指控串谋 试图从多家美国航空航天公司 盗窃商业秘密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 而自由亚洲电台在今天独家报道 美国知名海洋学家史密斯目前也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FBI正在调查 史密斯和几位学者是否通过中共的千人计划 窃取了商业机密 做虚假陈述和进行电汇欺诈等等 史密斯本人任教于弗吉尼亚州的威廉和玛丽学院 同时他也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杰出教授 是南极海岸海洋生物的顶级专家之一 美国与欧洲官员一再指控 中共窃取智慧财产 生产低价的产品 将西方竞争者赶出了产业 然后再主导市场 而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提出警告 中共可能利用一些渠道 不正当地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 奥兰多说 报告中的这五大领域是关键技术 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为了应对供应链危机并抑制中共经济扩张 美国议员齐普罗伊提出了一项法案 鼓励公司将制造业带回美国 这项在10月20日提出的击败中共法案 目的在通过向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 推动在国外生产货物的制造商将供应链转回到美国 根据这个法案 将自己业务转移回美国的公司所购买的非住宅财产 将被视为20年财产而不是39年财产 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获得全部和计时支出 而且将是永久性的 此外法案还允许制造商从总收入中排除 他们在原籍国处置资产过程中所获得的任何收益 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在搬迁的过程中被征税 纽约邮报报道说 美国两党对来自中共的威胁表示强烈的关注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全球占了28% 而美国只有16%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 供应链危机证明 美国需要采取行动 减少对其他国家产品的依赖 提出这项法案的众议员罗伊在一份声明中说 只要我们依赖中共和世界其他国家来维持我们的货架库存 我们的经济繁荣 我们的政治自由和我们的国家安全 全都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特别是像中共这样的政府 希望破坏我们的生活方式时 过分依赖他们的供应链是灾难性的根源 这位德州共和党人说 这个法案将会把税收优惠 扩大到任何把生产转移到美国以外的制造商 大流行病引发的全球性供应链瓶颈问题 已经威胁到了美国本年度假日购物季 拜登近日召集业界领袖开会 并且公布了一项计划 以缓解西海岸长滩和洛杉矶港口交货延误的问题 计划的核心是一些美国的主要零售商还有托运人 他们承诺在长滩和洛杉矶增加通宵和非工作时间的业务 以缓解供应链危机的问题 脸书在10月21日与包括世界报 费加洛报等等知名媒体的法国新闻媒体联盟 达成了初步协议 脸书将会在其平台上呈现新闻内容 付费给媒体机构 脸书宣布 这个公司与法国综合报道联盟达成协议 这也就意味着 大家能够继续在其脸书社群中免费上传和分享新闻 同时也确保出版业伙伴的版权受到保护 脸书将会在明年1月份在法国推出新闻服务 Facebook News 让人们有专门的地方从受信任 以及声誉良好的新闻媒体来获得新闻内容 综合报道联盟是由法国全国性地方媒体组成 包括《非加勒报》、《世界报》等等 这个联盟负责人卢埃特表示 这项协议将为联盟会员 尤其是其中规模最小的媒体 带来显著的资金 路透社在10月21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这项初步的协议采用条款清单形式 列出主要条件为接下来联盟会员 与脸书签署个别协议来铺好道路 内容授权分为两种 一种是针对在脸书主平台使用的新闻内容 另外一种是针对在脸书即将推出的 Facebook News使用的新闻内容 今年1月份 谷歌公司已经与这个联盟达成框架协议 谷歌会依照网络浏览量、讯息发布量 支付出版商版权费用 但是法国竞争管理局因为临接权问题 对这个协议提出了异议 并在7月份 以谷歌在谈判中不真诚为由 助以罚款5万欧元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